作为母亲 你会如何 告知她这个消息 好悲情 好悲情 马鸡太难眼了 好 有谁想要来试一下的吗 小玉卓 有没有心中的野火 小玉卓 那上 余苏欣 走吧 我都不知道咋眼 你眼孩子 要催泪 不好弄 不是 但是 医生 什么方法都没有了吗 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做妈的也有责任吧 孩子这么小 让她去高架上学那个 也没问题 为什么要上高架 这个非常的不负责任 大人还是要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好吧 我知道了 你女儿这么年轻 小小年纪现在腿都没了 怎么办 是不是 长这么漂亮 我自己处理吧 医生 你别让她点痣 好 妈妈 你好点了吗 我好多了 我感觉咱们下午就可以出院了 我看看 真的就好多了 妈妈 妈妈有件事要跟你说 干嘛这个表情啊 快点 说嘛妈妈 安琪我问你 如果以后 你都不能跳舞了 你有想过吗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想这个事情 不可能啊 医生说 你的腿 三年内都站不起来 她说是她说吧 我觉得我站得起来啊 我就是摔了一下而已嘛 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舞台 多爱舞台 我怎么可能站不起来呀 不然你扶我试试 好吗 你扶我 你扶我试试 是安琪你听我说 你不要再做这种徒劳了 是我我就相信你 但你接受不了 她是要强的孩子 对不起 如果不是妈妈送你去那个学校 我一直在告诉你 可以 可以 绝了 绝了 绝了